应日荷华 浪漫风景 浪漫吃 节天连夜 美丽之下 暗藏艰险 哎呀 我怎么感觉这边这么陷呢 让我们深入河塘 开启意想不到的寻宝之旅 追根溯源探产地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美食 但是您真的了解它吗 我们今天要去溯源的是什么呢 踏遍千山万水 追寻自然好味 节天连夜 无穷避 映日荷花 别样红 夏天的荷糖总能给人带来无比美好的感受 不仅如此 荷糖自古也是我们人类的食物宝库 富含淀粉的莲藕 清甜可口的莲子 都是我们熟悉不过的美食 不过今天我要说的荷糖美食呢 可能有些出乎意料 一个大家都见过 但很少人吃过 另一个大家可能都吃过 但是很少会将它和荷糖联系在一起 那它们究竟是什么呢 一起开启我们今天的溯源之旅吧 荷糖既是美景 也是美食的宝库 早在几千年前 中国人就开始种荷吃藕了 脆甜多之斗 不管是用来凉拌 炒菜或是炖汤 都是既营养又解馋的美味 荷花的种子 莲子也颇受人们的喜爱 在燥热的夏日 喝上一碗莲子百合银耳羹 总能抚慰人心 说起荷糖美味 人们能想到的通常也就是莲藕和莲子 但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在武汉市的江下去 人们竟然吃起了荷花来 并且还吃出了不少花样 它可以用来煲汤呀 然后做荷花饼呀 都是可以的 做成宴席都可以 在夜市 我们找到了一家炸荷花的摊位 这是刚刚出锅的 你可以尝一下 好 我尝一下 淡淡的荷花的清香 我说的没错吧 是的 这个炸荷花这个美食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传统美食的一个认知 经过油炸后的荷花 竟然出乎意料的好吃 不但没有苦涩味 而且花香浓郁 带有一丝丝的甜味 我们不禁好奇 这些能吃的荷花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所有的荷花都能吃吗 在荷糖里还会有哪些颠覆我们认知的事情呢 哇 这个泥真的是比上次的要硬多了 没想到荷花还能做这么多的菜 第二天一早 我们来到一处当地种植荷花的荷糖 我看路边 整个一片全是荷花 而且连着好几个荷糖 我们下去看一看有没有我们要找的可以吃的荷花 大哥 我是来找咱们可以吃的荷花的 我能下去看一下吗 可以 你下来就要换些洗 咱这个荷花好像跟我常见的颜色还不一样 首先这个你看这还有金黄色的荷花 前面还有那种粉红色的荷花 咱这个荷糖里怎么这么多颜色的荷花 这有七色荷花 您说的是有七种颜色是吗 那我能上前看看那个粉的吗 可以啊 好 这真的还是不是很好走 这块是因为我们采的时间太长了 你慢慢地拔出来吧 我怎么感觉这边这么陷呢 我自己拔一下 我怎么感觉越拔越深啊 好好好 我把你搞起来 你帮我去挖荷吧 但是在荷塘里正常走路就已经很困难了 刘大哥却还要我们去挖荷 我们是来找可以吃的荷花的 为啥要挖荷呢 哇 底下真的是感觉好多 根根筋筋的 可是我感觉没有 没有藕吧 是我挖得太浅了吗 对 那还要往下一点 往下一点 我们挖了好一阵 没想到却只挖出了一个几乎看不到的荷花根 刘大哥让我们记住这个根的样子 一会儿跟另外一个堂里挖出了斗 一比较就知道了 你看这个颜色的花没有 前面的荷花品种多啊 您这一说呀 我倒发现了确实是 它这个好像偏粉色的居多 不像刚才那个有黄的呀 红的呀 白的呀那种 对对对对 那这个花是不是可以吃的呀 你先跟我干活吧 还要干活 您的意思还要下荷塘 对 跟我挖吧 挖得给我上来再说吧 还要挖偶啊 找荷花这事还没弄明白 刘大哥却一直安排我们不停地挖偶 我们是来找做菜的荷花的 换一个荷塘又一个荷塘的挖偶 是为啥呢 而且这次挖偶 刘大哥明显用心了不少 还带来了神器 我们这是挖偶的蝉筒 蝉筒 对对 有这个神器我觉得一会儿我们一定能挖出偶来 嗯 今天吧 好 慢慢的啊 行 这个偶是怎么挖的 您能给我展示一下吗 我先教你吧 行 你看 左手拿着这个棒 哦 左手拿着这个铲筒的棒 对 右手捏到这里 右手放这儿 对 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对 那我试一下 哦 是 在这边我感觉有一点底泥出来了 你看是不是 哇 真的是 那行 我们将这个铁筒 我们像那儿 便直接伸手到泥里找藕 不一会儿便摸到了一根藕 可没想到 捞上来的竟然是一个小藕瓜 因为我们这是种藕 种藕 对 没长那么大 还没长那么大 对 那这个小藕瓜能吃吗 小藕瓜能吃 能吃啊 您说的可以吃了 那是不是这荷花也可以吃啊 那我们到另外一个堂 我再跟你说吧 这个堂里挖到的藕 虽然是个小藕瓜 但明显比之前那个要大很多 不过为什么还要再去一个堂 难道是藕越大 荷花就越好吃吗 藕和能吃的荷花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开车半个小时 我们来到了一个 名为中社湖的荷堂 放眼望去 万亩荷花正在盛夏时节热闹绽放 这次我们又能挖到什么样的荷呢 你也小心点啊 慢慢啊 感觉刚踩上这个的感觉 这块就生了 刘大哥我还能往前走吗 不能来了 不能来了 赶快退一点 确实是 要不然我的胶鞋就会进水了 那行 咱在这挖就可以是吧 对对对 这个要用点泥 不然它刮不进去 这有点深了吧 这个泥真的是比上次的要硬多了 比那个荷堂的 这个深度的话得有个多深啊 水深大概是一米五左右 水深就一米五啊 怪不得您不让我往里边走 我这一进去 估计这小个子就已经淹没进去了 肯定啊 水和泥就会把它淹掉 太深 真的是 谁吃盘中餐 跟我们栏目名字一样 历历皆辛苦 都不容易的 这一次挖藕 比我们想象中的难多了 旁边的老乡都忍不住来帮忙 刘大哥告诉我们 中社湖不同于前两个稻田核糖 是个天然的核糖 比稻田核糖水深泥深 加上最近武汉连降了几场大雨 给挖藕带来了难度 我们找来了挖藕的水枪 决定再试一下 好在一顿折腾 我们最后终于挖到了一根藕 这根藕就和平常我们食用的藕差不多的 那么大个藕 小藕瓜 还有几乎看不到藕的荷花根 这些跟荷花能不能吃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跟你说啊 像这种花都是观赏的 只供观赏不可食用的是吗 对对对 你看第二个糖 花是稍微淺一点 淺一些 对第三个糖 你看它也是深一点 第三个是深一点 这样我们对比一下 可能会更明显一点 第二个糖 它是活花能够吃的 它主要是以产莲子为主 对 然后藕呢就是很小的那种小藕瓜是吧 对对这个第三个糖呢 能够吃脸 能够吃花 还可以吃藕 哦就所以是全身都能吃 对这两种都是可以食用的 都是可以食用 那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这个可以吃的荷花 其实就是看它的品种 是不是观赏性的 还是实用性的 这样来区分 对对对 原来并不是所有的荷花都能吃 第一个几乎看不到藕的荷花 是只供观赏的荷花 第二种长小藕瓜的荷花 是可以用来吃花吃莲子 而第三种 有着白白胖胖藕的 可以吃花吃莲子 也可以吃藕 刘大哥煞费苦心地让我们挖藕 是通过是否长藕 藕的大小来告诉我们 所种植的荷花品种是什么 荷花是否可以吃 就是和它的品种有关 那么可以吃的荷花在当地 还会变身成哪些 令人意想不到的美食呢 马辉 土生土长的法司人 每年的荷花宴 都是由它张罗的 取出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洗净 白橱花拌备用 将现榨的橙汁 白糖 芝麻和面粉 按照一定的比例 活成面糊 荷花花拌两面 沾匀面糊 在油锅里 扎至两面金黄 出锅即可 荷花酥 这道外形动人 口感酥松香甜的美味 是荷花宴 必点的菜品 用荷叶和鸡蛋煎成的鸡蛋饼 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出锅后 撒上荷花花拌切成的丝 一股清新而浪漫的夏日气息 便立刻扑面而来 马辉的荷花宴上 还能看到莲子甲鱼汤 荷花香酥鱼 锅巴藕丸子 荷糖小鱼小虾 剁椒零椒菜等美味 这其中的甲鱼 零椒等食材 也都来自荷糖 上菜楼 我来大家一起尝一尝吧 没想到荷花 还能做这么多的菜 真想不到 在荷糖有限的空间里 竟然能孕育出 这么多种美味 同时我们还听说 荷糖里还能养出一种 果报野消江湖的美味 那会是什么呢 炮头小龙虾 炮头小龙虾 在我们印象中 小龙虾往往都养殖在水塘或稻田里 荷糖里也能养出小龙虾 这事儿还真是稀奇 而且炮头小龙虾这名字 我们也是头一次听说 它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我们带着好奇心准备去尝尝鲜 没想到却傻了眼 这时已经将近晚上十点 可每一家店几乎都要排队一个小时以上 没想到炮头小龙虾竟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为了一睹它的真容 我们打算前往养殖炮头小龙虾的荷糖 一探究竟 来了来了 我们躲到荷叶里面吧 我被荷叶泛住了 大哥 大哥 好像听不见 喂 什么事啊 我想问一下您这是在养这个小龙虾吗 对啊 我可以带我去看看吗 可以 让他那见我们吗 我们在这儿呢 这一片荷糖长势喜人 盛开的荷花点缀在密密麻麻的荷叶之间 一个个果实饱满的莲碰也探出头来 可是在荷糖里逛了一圈 我们连一个小龙虾都还没有发现 这里面荷花荷叶这么多 在这里面真的能找小龙虾啊 有 我们去看看小龙虾现在 能看到吗 可以 我们又在荷糖里艰难前行了一阵子 按说养殖小龙虾需要干净的水塘 有时候还需要水草辅助来净化水质 可我们都知道 养合的池塘里需要有大量的淤泥 这样的池塘真的能养好小龙虾吗 怎么样 沉吗 有吗 有 我看到了 快看 有 好像还不少 来 我帮你拉着 来 看这收获 刚刚出水的荷花虾 荷花虾 是当地养殖户给这些养在荷糖里的小龙虾起的名字 一来是好听 有辨识度 二来是希望可以打造出地域特色 让更多的人知道 忙活了半天 终于是将小龙虾捕捞上来了 可这看起来和普通的小龙虾没有什么差别呀 到底什么是炮头小龙虾呢 船上的空间有限 我们先将这一龙小龙虾带回到陆地上 再一探究竟 这个就是炮头小龙虾吗 基本上都是 那这个究竟什么叫炮头小龙虾 炮头虾其实是我们行业内的 然后对外的话实际上它就是两虾 就是达到50克以上的 就是一两嘛 达到一两以上的虾 它就叫炮头 你看我们这炮头小龙虾有多大 看到没有 快和这个手掌差不多大了 对对对 基本上到了这个关节了 原来炮头是指小龙虾的个头重量 因为个头大 肉质肥后饱满 所以炮头级别的小龙虾在市场上基本是功不应求 也最受食客们的欢迎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市场上很难见到它的原因 那为什么这个核花虾就是容易出这个大个的呢 这个就是核档里面的秘密了 核档里会养出炮头小龙虾的秘密是什么呢 我们再次回到核档寻找答案 给你找一找 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现在这个季节 露出了绿绿的尖尖的东西 在核花池里面 能长在核档里的还会有什么呢 而且还需要找 这找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找到一个 我找到一个 你让我啊 找到什么 我被 我被核叶泛住了 这水里面好难走啊 生一条 前一条 老 这个是不是 这个不是 这是核花 这不是干露头的 我们找的是藕尖 藕尖 对 这个 但是现在不是藕尖了 现在是荷叶了 藕尖其实就是连接藕结和嫩荷叶的精部 长成后就成了荷叶的精杆 小龙虾能长大个 为啥会和它有关系呢 在这个藕尖刚刚长出水面的一点点的时候 那个虾子是吃这个藕尖的 所以这个水中有它的大餐 吃这个藕尖的话它是长得又快又不大 如此说来 和堂里的小龙虾能长大个 靠的是优良的居住环境 以及随时能吃到的美美佳肴 可按照这个说法 其他地方养殖的小龙虾 那养殖环境和投胃情况也都不差呀 难道还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还一个原因 快了 差不多了 你稍微等一等 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现在是到岸上去了 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不知道等一下有没有危险 来了来了 我们躲到河叶里面吧 躲到河叶里面吗 对对对 快快快 这个有比较危险 我们看过去 这不就是一架无人机吗 它为啥还能和危险沾边呢 随着无人机的逐渐靠近 我们明白了李健所说的危险是什么了 伴随无人机而来的 竟然是一场大风和冰雹 大风还不算什么 但为什么还有像冰雹一样的东西 一直砸在身上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看到 走了吗 走了 走了 哎 这什么东西啊 刚才突如雨起来 我以为是下了一场雨 然后和有冰雹打下来一样 我刚才手里接了点 我看这边 这里也有 我看 我看 它这个什么东西啊 怎么黑色的一点一点和小石子似的 这是头的石 给小龙虾吃的 小龙虾因为它吃那个藕尖 它是吃不饱的 那个藕尖相当于是补品一样的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一日三餐 这是正餐 核糖为小龙虾提供了天然耳料 此外 小龙虾的排泄物 为莲蓬莲藕等提供了肥料 从而增加了产量 形成了绿色循环生态汇养模式 可是 养殖在核糖淤泥里的小龙虾 自身带着的淤泥相对会多 吃的时候要如何处理 才能做到干净卫生呢 另外 长沙地道的口味虾 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找到了当地一位 制作本地特色菜的大厨 向他请教一番 撒点盐 对 撒点盐 这是白醋 也是撒菌消毒的 让它浸泡个十分钟左右 在里面搅动一下 再拿这个刷子 就在水里面 浅水里面 这边刷 小龙虾它这个头部是最脏的 你也要把它去掉 把这个头部去掉之后 这里虾先出掉之后 基本上就是很干净了 取出头部 也是为了让口味虾更好的入味 这有口味的小龙虾 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它究竟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这个口味虾好吃 它有两个特点 你看你能不能够看出来 这个是辣椒酱 辣椒酱 对 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做的辣椒酱 也是辣椒酱 对 也是辣椒酱 所以这口味虾一定是这个辣椒很丰富是吗 四种辣椒放在一起 就增加这个虾子的鲜味 那您刚才说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不像是我们平常吃的蔬菜 这个是紫苏 紫苏 对 紫苏叶 为什么要在这个口味虾里面加紫苏呢 湖南这边就是加这个紫苏了 大家都喜欢吃 就增加一种香味 让这个虾子更加的鲜 从充满创意的荷花酥 到香辣肥美的泡头小龙虾 人们不仅将荷糖里原有的植物物尽其用 还像变魔法一般 在有限的空间内养出了丰美的水产 让荷糖的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意想不到的荷糖美味 既是劳动人民汗水与智慧的结晶 也是生态与农业和谐发展的见证 物尽其用 无中生有 人们不仅向荷糖要到了更多食材 还通过天马行空的创意 和先进的养殖技术 创造出了更高的市场价值 消费者有了口服的同时 荷糖里辛勤的劳动者们 日子也越过越好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